-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這兩日都有同大家跟進直谷銀行的倒閉案事件。 而這個直谷銀行就是美國第十六大銀行來的, 現在已經給到美國監管機構接管, 它在其他國家亦都有分行或合資銀行。 現在它爆雷的事件傳出之後, 亦都有不同的接手者出現。 匯豐在今日公佈將會以一元英鎊去收購直谷銀行的英國分行。 而為了處理他們直谷銀行英國分行的危機, 英國財政部、央行和潛在收購方傾了整晚電話會議, 最後由匯豐中標, 用一元英鎊的價格吃了直谷銀行在英國分行。 而資料顯示,去到3月10日直谷銀行英國分行, 總共有55億英鎊債務和67億英鎊存款是擁有3千多個英國客戶。 而英國的財政大臣亦都發了個推特, 他說今次匯豐收購直谷銀行英國分行的交易是沒有牽涉到納稅人的金錢, 之前亦都承諾會支持技術行業會出相關措施。 而其實在上個星期六, 英國已經有180間科技公司的負責人寫信給英國財政大臣要求政府出手干預這件事件。 他講到直谷銀行如果倒閉會導致他們的存款化為烏有, 可能會令到英國科技業倒退20年多, 很多企業被迫進行非自願清算。 而他們英國的財政大臣表示, 現在他是希望將直谷銀行的破產風險或衝擊降到最低, 而這一個就是關於直谷銀行方面的最新資訊。 雖然美國政府是講了要救他的存款戶, 但是對於直谷銀行的股東或債權人, 他們美國那邊就說不會去做一個處理去救他們, 那就可以看成美國現在是有限度去做這個動作, 如果是完全救了整間銀行的話, 其實未來更會有不少銀行爭著去爆。 而匯豐方面亦都出了一個正式公告, 是叫做坐實了整件事的, 而他們公司的公告就說, 這項有關收購直谷銀行英國子公司的交易, 匯豐控股的英國子公司, 匯豐英國銀行同意用一英鎊的價格收購SVB UK, 預計這個直谷銀行的有型資產是14億的英鎊, 而且SVB UK母公司的資產和負債是不包含在交易裏面的, 只有子公司的負債和資產在這裏。 好了我們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這件事如果再有新消息的話再同大家跟進啦, 那你覺得匯豐這個一元英鎊收購個案是賺了還是虧了呢? 都可以下面講下你的想法啦, 我們下集見啦,拜拜!